親愛的各位嘉賓,各位弟兄姊妹,我的牧者,他叫林安 真是要感謝你們這麼有耐心做到現在 我相信今天的信息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的重要 上帝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有不同的護照 上帝在我們的職場也有不同的護照 現在我要說明的是代理的招生說明會 那既然叫代理,其實剛才我們在瑞穆斯所分享的內容裡面就說了 代理有一個心智,什麼心智? 就是勵智什麼? 不以王善不以堂求,你的來顛悟自己 在他那個時代,他願意為主來做見證 為一個奔不留一生的生活 我們今天去做代理學院,其實就是有一個心智 就是在這一個巴比倫在埃及的一個這個世界裡面 讓我們如何還可以做為一個代理 是以神的心智為主的方面 是在職場上面為主發光作嚴的代理 剛才像不是在說 既然這樣我們有一個心智 但是我們不能沒有裝備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說明 代理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學樂 有很多人今天你看到在做穿紅色衣服的 不管是結業生或在校生都是我們代理的弟兄姐妹 有人常說說一日代理說終生代理 我不知道你們這麼誇張 但是我要講說為什麼我們穿上紅色的制服 我們一生都是要來傳揚福音的 我記得我為什麼來 我也是代理你的學生 今天卻已經成為代理你的老師 原因是什麼 我有一個心智 什麼心智 就是我很想傳福音 今天屬女的見證講的 他人家傳他福音12年 還好人家只傳了我兩年 我才信主 但是人家傳福音給他12年 他信的主佑 他有一個期待 那個期待就是我如何將福音傳給別人 其實屬女有沒有傳福音 有啊 但是大家怎樣 都拒絕他 但是來讀代理以後 發現不大一樣 差別在哪裡 因為他越來越這樣 願意把自己交給神 願意改變自己的傳福音模式 願意更認識神 所以我說代理來這邊 只要你有一項是符合的 就是你要有一個什麼 願意傳揚福音的心智 這是代理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剛才文牧師說 代理他心中有一個心智 就改變了什麼 一個國家 我們有一個心智 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家庭 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市場 更甚至我們可以改變一個城市 更甚至改變一個國家 但是這個心智就是從我們開始 接下來我要說明的是代理學院裡面 我們市場學校中心我們的意象 我們的意象是什麼呢 就是裝備職場的基督徒 領人歸主 造就門徒推展職場宣教的運動 在職場上建立上帝的國 我們的slogan就是職場即合場 職場即合場的意思是什麼 職場即合場的意思是什麼 收割 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今天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 产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 看到其实彰化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在收割了 因为现在道主已经这样 熟了 可是以前 只要收割的时候 大家赶着下来之前 赶快收割 因为雨一旦下下来 那个穗子被雨打掉以后 你就这样 不好 可是现在以前是 每一家每一屋都会收割 可是现在收割都靠什么知道 收割都靠什么 收割机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不会收割了 要等什么 排班 排收割机 班 如果收割机不来帮你收割 就算你看这雨下来了 你还是不会收割 原因是什么 已经都忘了 人工收割 所以求成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都会收割 而不是等什么 收割机来收割 如果收割机来收割 时间可能就这样 所以我要讲是说 职场集合场 这些职场 就是我们的合场 也就是我们收割的地方 那里有淫婚 需要我们为他们来收割 但是收割需要有一些策略 什么策略呢 叫做 渐进行步道 和 倍增门土 我不知道都会变得到 OK 看不到 然后 什么叫渐进行的步道 就是他们的步道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不是一下就让人训组 其实在我信徒的过程当中 我是慢慢的来接触这个福音 有两年的时间 我对这个福音 完全不知道 到我接受这个福音 足足过了两年 属女过了12年 所以这个过程 是一个认识的过程 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 需要来教导 需要来学习 以前我跟我太太坐在下面 我常说 我太太传福音像什么 像鲨鱼 见人就这样 就咬 有时候传福音像鲨鱼 所以人家看到了 是怎样 怕的 传福音要像海豚 海豚可不可爱 大家看到海豚会这样 想要亲近它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要被训练以后 要成为什么 传福音的海豚 不是传福音的鲨鱼 见人就这样 咬 咬了以后 大家都跑里跑得远远的 所以属于以前可能想杀鱼的 现在 像海豚 人见就人爱 所以每一个来训练的基督徒 就会慢慢的被操练 变成一个什么 人见人爱的传福音的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接下来我们这场宣教很重要 要能够达成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需要有人 第二个需要有材料 而材料需要简单 易学 易传 如果东西很难 我们学不会怎么去传达 所以材料需要简单 易学 又易传 每个代理的学生都知道 我们教的简不简单 简单 而且简单的东西 重复做 做到这样 有果效为止 这就是我们的训练 而需要有人 所以我们需要呼召 一群人能够起来 愿意来传扬福音 再来我们需要培训 所以我们在全省各地 都有培训的代理学院 刚才夏牧师在讲说 台中 再来就台南 所以我们张话的同学说 没有啦 张话也有代理 所以我在这里补充 张话也有代理 所以不是台中就跳到台南 张话是有的 OK 再来我们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每一栋的办公道楼 我们都能够有人在那边做什么 宣教传扬福音 我们有一个梦 什么梦 就是当我们走在街上 开车开在路上的时候 我们就说 家里在这里 在吉德堡建立了什么 家教会 走到20 基督教医院就遇到谁 属女在那边 就希望走遍各城各乡 都有人在那边 建立宣教的运动 这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梦 接下来我要讲说 既然是这样 我们职场宣教的倍增 是一个很重要 一个是 我们有个策略 其实也是大家都知道的策略 第一 我们要得人 让人能够相信 能够接受福音 第二 我们要造就他 我常讲 我勉励每一个学生说 自生自养 什么叫自生自养 其实我们有代理宝宝 就来读书以后 他就生了个小孩 我刚才才看到 玉玲带了他小孩 两岁了 他来读代理的时候 他就带来 刚生出来 现在已经可以走路了 我讲话了 请问他养的好不好 好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养小孩会好好养 但是养属灵的小孩 却是怎样 当我们把他 带姓主杰之以后 就抛给谁养 教会养 传道养 那么就自生自养 自己生自己养 结果就是 自生自养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果汁都没有结下来 原因是因为 我们少了什么 培训 少了陪伴 但是每个基督徒都会说 啊老师啊 我怎么会 我说你怎么会 你再怎么样 你都会走路 对不对 我们信主不管时间 或者长 或者短 我们对一个 出生的婴孩 我们有 足有能力 可以教导他 我们不一定要上过神学院 不一定要把整本圣经读完 我们才会教导 其实教导是从你所领受的 教导出来 就可以 所以 再来就是两教导 再来还要拆遣 如果台湾 你知道台湾现在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 你知道妇产跟医生都快怎样 失业了 因为大家都不生了 因为怎样 环境不好所以大家都敢生 如果基督徒都不生小孩 所以意思台湾就会怎样 灭过了 绝肿 你懂吗 如果基督徒不传福音 结果是这样 每一个基督徒只会 只会传福音 又不训练他们传福音 那就表示会绝肿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得人完以后 要造就他 造就他以后 拆遣他 再去得人 这是我们做的策略 我们宣教还有四类图 第一个是什么 透过生活系列 透过一个很 很简单 而且遗传的方式 小组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得着福音 透过得着福音以后 透过四本册子 叫做灵修 灵果 八福 还有什么 献身 献身要提醒我 少讲个一半 还有什么 八福 让我们的生命 慢慢的能够成长 最后当他们成长了以后 再怎样 邀请他们来成家什么 大营学院 拆遣他们 成为什么 得人的 渔夫 OK 再来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每个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起初 但你没有全职同工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全职同工 因为每一个 来不但以的都叫做双职传道 不是专职传道 可是学生越来越多了 怎么办 牧羊就需要 人 所以就呼召了全职同工 所以我们在全省总共分五区服侍 总共有15个全职同工 他们 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都来自各行各业 我们在职场上传扬福音 后来我们被神呼召出来 服侍这一群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 刚才 其实我要讲说 我们的 魏牧师说的 现在职场上 辛不辛苦 辛苦 我们这些从曾经在职场上打拼的 这些传道 其实我们 真的很了解职场上的辛苦 所以当我们出来服侍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真知道他们的辛苦 你知道吗 辛酥 如果你的辛苦没有人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苦不苦 苦啊 我讲的是苦还是苦 苦 大家都说上帝知道就好了 上帝真的知道就好了 除了上帝知道还要谁知道 还要别人知道 还要人知道 那才能同理 我们这些穿红衣服的就是这样 彼此可以这样 同理 在职场上 对彼此帮 彼此激励 受到挫折了以后 当然知道要找上帝 但是在找上帝之前 我们真的需要有人 关心我们 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在全职 各地有全职的同工 接下来 还有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一个运动在推动的时候 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需要祷告 所以当我们来 当我一个人 我是台北人 我来到台中 来开拓的时候 我那时候台中 连一个人都不认识 来到台中 第一件事做什么 祷告 就祷告 就在那边祷告 所以这个祷告 会从起初成立 到如今九年多 我们每一个礼拜 我们很像 我们不知道 神要怎么带领我们 但我们需要祷告 就好像你需要在职场上 做工的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祷告 你需要你的家庭 能够改变 需要祷告 而不是只有学东西 改变很多东西 你需要很深的跟神秘气 所以我们这个祷告会从起初到如今 都没有停止过 我们在中区 每个礼拜五 中午12点15分 到1点15分 我们 所谓的祷告会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叫 祷告 祷告 屠主意向 维生 建立 小组 榜样 带出 门徒 我们就这样 用这三句话 成为我们中心的思想 好好的 为职场上的弟兄 前面祷告 我们每个礼拜五 也会为我们每一个学生 所写的代祷思想 我们那边有十几个代祷的同工 每个礼拜 会在我们祷告的店里面 为我们所有的每一件事 向神来祷告 到如今都没有改变 我相信 这是神垂听 我们祷告的结果 接下来 我要讲述 我们推展宣教运动 直到如今 很重要的 我们不只是帮助 弟兄姐妹 安徒代理 都能够被改变 我们也很希望 那些没有 如代理的 这些人 也可以这样 在他职场上 做宣教的 运动 宣教的团契 所以我们帮助 全省各地的团契 能够在他们的团契 在他们的公司 在他们的职场 建立 宣教的 小组 或者是宣教的团契 我们也推动 各职场做什么 布道会 去年 如果没有记错 我们全省 在圣诞的节期 总共 办了 320 市场 布道会 将近有8000多人 决职信主 在各职场上 大大小小的 OK 我们也每年举办 职场的宣教大会 就是传递 我们职场 宣教的意向 接下来 我要讲的是 代理学院 我们在全省 从1998年开始 在台北 成立 代理学院 到如今 我们全省有 15个区 有代理的 大学 学院在那边开课 训练 这些 能成为 双子 传道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我们的学制 是两年 总共90堂课 每个礼拜 只上一堂课 我们是班级制 今年开了班 中间没有 插班生 所以有的时候 可不可以中间插班 不行 就是 我们是班级制 一开班 就这一班 一直到结业 就是这一班 只会 少 不会多 但是我都希望 大家都能够 不要少 对不对 OK 我们每周 我们分三阶段的课程 一到三十堂 我们做门徒的 塑造 做步道 照旧 做一个基本的步道训练 包括 我们的课程 很简单 多简单呢 我们就要祷告 老实讲 我当基督徒 当了 大概 快两年的时候 我连祷告都不会 原因是 连祷告都没有人家 我们基督徒以为 信了主 每个人都会祷告 理所当然 就好像伸出来就会吃饭一样 真的吗 后来我才知道 拿筷子都应该要学 你知道我每次吃饭 我的手会比这样 因为什么 小时候拿筷子的时候 没有人教我怎么拿筷子 你知道现在有多好吗 现在筷子居然有 给小孩拿的那种筷子 就把你手绑在什么筷子上面 然后呢 就让你正确的拿筷子 所以 祷告要不要教 要 所以我们 在学院里面 初级班要教教 教祖道 教祷告 教看圣经 所以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就让我们能够了解 这是祖道与造就 这台31堂到60堂 我们是培训 培训透过默想 透过辅导 大概我们已经会生养了 就已经会得人了 请问得了以后要不要慢慢的去教导他 要不要辅导他 其实是需要的 所以一些辅导技巧 基督教的 伦理的学 会在这中间31到60堂 那61堂到90堂 比较是牧羊 和系统神学的真理课程 好 所以我们翻开下一页 辅导与造就 里面包含了使命与案 基础侍奉 生命提升 跟门徒造就 再来 再陪与辅导 我们会有生命的塑造 文理学 牧羊学 及辅导学 而牧羊与真理 里面会加的是 圣经神学 味道学 牧羊学 跟婚姻 其实你知道吗 婚姻很多地方没有交 包括你读到大学 都没有能交 婚姻的课程 我们的婚姻最快 最直接 就从父母那边学来的 但是好像都没学好 因为父母的婚姻都不怎么样 连我们自己的婚姻 也不怎么样 所以婚姻要不要学 当然要学 所以在课程里面 会教如何 从圣经的角度 来教教我们 如何在婚姻上 彼此的建造 建造一个合神心意 荣耀神的 一个婚姻生活 那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接下来 代理不只是这样 我们学院 两年的生活 包括 我们有开学典礼 我们有 小组操练 每一次的 上课 我们着重在小组的操练 我们宁可在课堂上多操练 然后操练了以后呢 再把他们 拆出去 外面带小组 拆出去外面 所以会有 敲组操练 再来是 福音初级 每一次 每个学生 最震撼的就是 出去闯福音 大家下个钥匙 祷告最虔诚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平常都不怕 只有这时候追踏 因为要去 见陌生人 真是太可怕了 我常常勉力地中简便 我第一次去 穿福音的时候 也是被拒绝的 我第一次去街头步道 我也没有成功 所以我很想 第一次带他们出去 他们就成功了 感觉你看多好 但是呢 会不会被拒绝 会 但是因着 事物上的操练 让我们可以 靠着主良 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福音本是 神的大人 要就一切 相应性的 OK 代理两年生活 还包括了 默想仪 我们去 山上有一个默想 还有 再来 而且又 没收手机 爱情 不可以讲话 你知道现在 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 没收手机 不可以讲话 因为现在又爱讲话 又有手机 没有手机就这样 就毁了 你懂吗 而且还一个人住 不可以跟别人住 哎呀真是 不是过修道士的生活 这些体会如何来清静善 我们有步道的研习会 有福音的婚礼 有结业的旅游 还有我们有圣地之旅 希望大家 我们明年准备在明年的二月会带着同学去圣地 过年的时候 再来我们两年还有结业典礼 结业典礼结束了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拆派 拆派他们去职场上 继续来做 接 再来还有同学会 好 讲了很多对不对 有很多相片对不对 里面好像都没有我 OK啊 OK好 这些相片是说明了我们这两年当中 是一个精彩又丰富 的学习 但是 所有的学生都会跟我说什么 老师 那有没有作业 要不要写作业 这做不重要 你第1个在下面听到现在做很棒 但是要不要写作业 这很重要 不用写作业 好不好 这句话你说的 不用写作业 我们的作业是用做出来 做出来 做出来的比写还怎样 但是比写还来的怎样 实用跟重要 所以我们的作业通常都是做出来的 不是写出来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只要你会做就可以了 好 再来我们的学资是 入学资格有几个 第1个是 以受洗 清除重生得救 第2个 愿意为生与职场宣教 顺服主的大使命 第3个是 愿意为主当兵 两年 成为 双子传道 虽然一个礼拜 是上一堂课 但是我们希望 有一个为主当兵的行职 被分别出来的行职 其实每一个礼拜 你学到两个小时 你真的要把它实践出来 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同意吗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再来报名手续 其实在你的手上有一个 报名单 叫做戴衣领 招生紧张 这张 OK好 你改变得更漂亮的点 OK好 这张 其实待会你 如果今天听到无精神 不断的对你说话 我很希望你可以写上 其实你写的报名表 不代表你已经录取了 你懂吗 什么意思 还要面谈 还要面谈 那为什么要面谈 因为我们要面谈 到底你的心智是什么 你到底对 我们这场宣教 这样的一个意向 是不是 你心里有感动 而不是来这边 学习一个装备 学习一个知识 我们要了解 所以每一个 来读戴衣 一个人 都需要面谈 所以 即使写的报名表 我们还是会有面谈 面谈也会有录取的 通知 OK好 接下来 你现在 现在你是需要 写上报名表 那我们就讲 会 给时间 OK 那张网有开课时间 以后 张网开课时间是 以后 每个礼拜四的 晚上 每个礼拜四的 晚上 现在想一想 礼拜四有没有空 OK好 那 想一想到 礼拜四 即日洗就接受报名 但是面谈 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 好 那学字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OK好 再下来一个 我们是一群这样 共主差遣的基督新兵 我们不分 宗派 不分教会 彼此扶持 互相学习 一起建立基督的 身体 传扬 福音 直到主 及耶稣 再来的 日子 最后我要说的 当初我来 我来读代理的时候 我被通知来面谈 结果坐下来 我的老师 现在在香港 在大陆 坐下来 他就问我说 子孙 你会是没有报名代理 我当时坐下来 跟他回应的 第一句话说 我想 传福音 我的动机就只有这么简单 我想传福音 我不是想要更认识上帝 更认识圣经 我就是单纯的 想要 传福音 结果就这样 录音 录取了 所以求证帮助 现在时间有点 时间让我们安静 今天的时间 一定让我们回声 在你们手上 永远带你的招生 简张 还有 刚才 有一张 回应单位 你们还没有填 对不对 花一点时间 因为 你会不含 你会不含